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用Move游玩的游戏 不管是要推开后纵铁门或是弹奏解情等等 接着利用Move来模拟主角的手做出各种动作 剧情将在主角幻觉与现实之间交错 透过复居意涵的场景设计向玩家传达 玩家能否理解主角的真实身份呢 游戏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呈现 绝大部分的场景皆在使用满地的落叶 与数不尽的枯枝建构出来的森林 一开始会以为落叶是利用了一大张贴图 贴在高低起伏的地形所制造出的效果 不过某些剧情会让主角的视点非常接近地面 这时便可看出其实树叶约有一半是真实的模型 另外在森林中移动时 也可以看到随风起舞的落叶或是陈旋的飞碟 是非常让人享受的舒服画面 完全没有语音的游戏 人物的互动都利用身体动作来表达 带着虚幻感的配乐 有着以提琴搭奏出非常有力道的重节奏 或是吉他搭配打击乐器补出的轻快旋律 踩在森林间的脚步声响 远处传来的鸟鸣 让玩家投入游戏所建构出来的虚幻世界 游戏仍使用move或是选择摇杆搭配6轴功能来操纵 使用move来游玩时 由于转动镜头需要将move移动到画面边缘 在移动主角上的操纵 与使用摇杆相较之下非常的不顺畅 而在与物件互动 不管是要转动门把或是转动阀门等等的地方 6轴的感应较不理想 这时候使用move反而较轻松 不过不管是move或是6轴感应 游戏中的这些玩法设计 并无法让玩家感到些许乐趣 会有一种游戏制作商为了使用move或6轴玩法 硬要加入的感觉 游戏的名称Datura翻译为曼陀罗鼠 该鼠拥有16种 主要分布娱乐带和雅乐带地区 通常有些许毒性与麻醉效果 最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曼陀罗花与白花曼陀罗 而服用过多的话则会出现严重幻觉 不过由于其麻醉效果 也广泛利用在治疗精神病上 游戏的剧情从一开始就十分的飘忽不定 不断在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游走 许多场景或剧情发展都十分神秘符具意涵 虽然看起来森林是主角的幻觉 而其他地方则是现实世界 不过你能如此的确定吗 由于操控的不顺畅 让玩家耗费许多时间在上面 但全破之后 玩家便会惊觉实际的游戏内容非常的短 且毫无让玩家重复游玩的游戏设计 两小时不到游戏长度 让玩家在看到制作人员名单时会非常的错愕 而由于镜头的设计不良以及无动态模糊 让此游戏非常容易造成玩家头晕 这缺点更是完完全全的销毁了游玩第二轮的意愿 剧情架构十分虚幻飘渺 完全不利用语音对话 只使用人物肢体与场景配置来表现 剧情表现的内涵十足 可以让玩家自行拆解背后的意义 虽然可以使用幕府或六轴来控制 但并无法增加游玩的乐趣 加上游戏内容频繁与游戏长度过短 总之是个好的艺术品 但并不是一款好的游戏 中文字幕换处你有趣的字幕 未经许多个游戏